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2021年选秀大会 火箭队可谓是一口气找起了他们的重建核心 先是用了自家榜眼前选进了Jalen Green 后续和首次第16顺利的雷霆队做交易 选进了Alprin Shangun 其实依照正常的走向和选前的预期 理论上火箭队的舰队即使应该是Jalen Green 而Alprin Shangun以及后续所选进的年轻潜力 是作为重建拼图的存在 但随着上个赛季Alprin Shangun几乎打出全明星等级的数据 加上Jalen Green成长的停滞不迁 目前火箭队也更多将重建中心放在Alprin Shangun身上 尤其交易来Alprin Shangun以后 更多取用Alprin Shangun的高益能力更是如此 再加上火箭队这几年的重建下来 Mousey也找起了他们的重建拼图 有机会加速重建的终身带和老将也已经处在阵中 上个赛季更是差一点点就打进复加赛 因此理论上假如Jalen Green 依旧没有办法打出更具说服力的表现 火箭队是否会完全将重建中心放在Alprin Shangun身上 趁着Jalen Green依旧高价值的时候 将其多数换来求新去拼机后塞 这其实有相当多讨论的空间 因此 今天就想着做一部影片来聊聊 火箭队是否有教育Jalen Green的必要 那么是否要教育Jalen Green 目前是有两种声音 站在自治教育Jalen Green的角度看待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Jalen Green成长的停滞不迁 而火箭队是需要处理Jalen Green和Alprin 选过两人的续约问题 假如两人都是典型续约 那么未来同时留下Jabry Smith Jr 阿曼·Thompson Ken Whitmore Tari Eason Rich Shepard甚至其他的人选是非常难的 理论上来讲 能在现如今跑车行修合约的时候 处理掉其中一人是最简单的操盘方式 至于不支持教育Jalen Green的角度 当然我们都明白如果两人都是典型续约留下来 未来操作弹性肯定会首先 那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两人的确是火箭队这组年轻核心当中上线最高的两人 加上Jalen Green其实在二三则二次赛季 Alprin选宫季末倒下的时候一度是打出了几家的表现 整个三月份场均能有27.7分6.3篮板3.9足弓 当然 Jalen Green这个月的号表现可能有球迷会觉得是赛程太简单 但其实个人观察下来更大的区别在于Alprin选宫的上退 让火箭队被破战者Bride Smith Jr摆在5号位 这样的情况下 Jalen Green自然就有更多的切入和单打空间 就算阵容中同时插入一个投射能力更差的Armin Thompson 但一个彻翼空切到Dunker Sport和一个进区群员在高低位进攻绝对是有差别的 所以这么抛弃下来更确切的问题 其实就是Jalen Green没办法和Alprin选宫同时在场上时打出一加一大余二的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现如今火箭队友要卖Jalen Green的声音 毕竟Alprin选宫都已经有全明星的迹象了 账面上来看 Jalen Green和Alprin选宫本应该是很适配的双核心 只是现如今的问题是我们没能看到Jalen Green打出效果 而要归结原因 我觉得是因为Jalen Green的外线投射 当他和Alprin选宫同时在场上时 由于投射端的不稳定 他是更经常去选择切入攻击篮框 大家可能预想的Jalen Green和Alprin选宫的双核是要有Nikola Jokic和Jama Murray的感觉 但现如今场上的秋风更像是Alprin选宫 加上一个少一点Playmaking 场上尽力更多投入到得分方面的Jama Ren 我们看灰熊队的舰队方针 他们是不会把Jama Ren搭配上一个进去会吸引爆甲的内线 因为灰熊队的目标并不是要给Jama Ren找到外线投射的机会 灰熊队的目标是要把切入空间倾诉来给他打 所以他们才会搭配上比如Jalen Jackson Jr. Santi Aldama这种常人 就算是Steven Adams或是生涯前期的Jonas Valanciunius 他们都是得以提供顶尖的掩护品质来去让Jama Ren打担猜 基本上从这个描述 大家就能发现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Jalen Green只要没有稳定的外线投射 这个双核心是很难长期搭配的 这里不是要说Airplane选宫要走 但其实这个能彰显火箭队今年选择Richard Per的重要性 理论上讲Richard Per和Airplane选宫的私心 会比没有稳定外线投射的Jalen Green更好 火箭队在交易大线将会需要做出非常难的选择 这也是我想要特别讲的 那就是火箭队如果真的打定主意要交易 什么时候才是最适合的时机呢 其实火箭队在两人表现都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 它可以保持现有的核心去开启24则5赛季 先以半个赛季的时间来去做实验 看看最终在交易大线要如何做取舍 可能有球迷会想现如今如果得以卖掉Jalen Green 绝对会比交易大线在卖的时候换来更多东西 毕竟到时候大家都明白你的底派 是有压加的机会 但我个人觉得没差 因为主要还是在于需要给火箭队多半个赛季来去观察和做决定 交易包的差别就当做是成本而已 况且交易包也非常是交易对象的处境 打个比方如果现在极度缺乏年轻潜力的巫师队来谈判 相比一些所上有顶尖轮替的终身带出队 整个交易包裹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Jalen Green也不见得会没有航行导致火箭队谈判被压架 所以假如要逗售Jalen Green 最适合的交易时机绝对是24则5赛季的交易大线 而换来的交易包裹 当然也要看交易对象 但如果仅从火箭队的角度出发 那我觉得这和火箭队目前是否已经具备竞争季后赛的能力是直接相关的 因为火箭队目前其实未来资产一点都不缺 所以拿回刚才巫师队和一个有终身带球队的例子来讲 就算巫师队可能感觉上交易包会好一点 但火箭队也完全有可能会选择拿一个终身带杂力而放弃和巫师队做交易 因为这是他们目前更需要的 概念上来讲 就很像之前雷霆队拿Josh Giddy去换Alex卡入手 打个比方 火箭队可能可以看看像是Lonzo Ball这种出现状况 当然他先要能证明自己可以保持健康救世了 如果是狼王队可能Cam Johnson或是Bernie Bordanovic 甚至可能绝世队的Jordan Clarkson之类的 而且这么看下来 除了Cam Johnson这个人选的交易包 性质匹配相对难抽 可能除Jalen Green之余还要同时搭建Yong Landell 但这么看下来 火箭队的补强方向应该会更多侧重在后场 要求就是要么能有外线有防守 再不然就必须要有非常强势的自主进攻能力 和在外线投射的稳定性 假如Lonzo Ball能在下个赛季保持健康出赛 老实讲我觉得对于现阶段的火箭队 会是很好的战力增添 那么讲了这么多 难道L-Plan Shagun就没有什么需要进步的吗 当然不是 其实不管是L-Plan Shagun也好 还是Jalen Green两人都同样需要迎来 外线投射能力的进步 虽然目前L-Plan Shagun在Imodoka 启用他的高益能力以后确实有全民性的样子 但假如要以他作为一件对机时 能推高球队上线的方式自然是其需要有基本的外线能力 而且不管是L-Plan Shagun或是球队 都能看出是有意愿给予他开发外线的机会 他个人的部分 在比赛中是有出走外线的意愿 并且不会过多犹豫或是想办法 以自己束缚的敌位进攻取分 而球队的部分 他们也愿意让L-Plan Shagun去做尝试 不会为了当下赢球的战绩 而要求他只能打回自己所会的东西 虽然说的确外线命中率上个赛季是下滑了 但产量却是翻了一倍的场均1.8次 尤其现在已经有处队会在低位报夹他 L-Plan Shagun开发出外线能力将会让他在进攻段更无解 那么Jalen Green外线能力的确是要进步 但并不是他没有外线投射能力 而是稳定性这个老问题 不过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能太过克制Jalen Green 毕竟上个赛季是他在Imodoka手下打球的第一个赛季 其实他进攻段的表现有时候会感觉受到防守断重担的影响所导致 厂商定位是有迎来些微改变 但不得不说 其实Jalen Green 23-24赛季的确是有展现出外线防守的多元性 加上如果进攻段的稳定性和外线投射问题能解决掉 Jalen Green的确会有和在Imodoka手下时期的Jalen Brown那样类似的成长曲线 好的那么关于火箭队是否应该要交易Jalen Green 争流就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火箭队应该交易Jalen Green吗 大家觉得L-Pen选贵和Jalen Green的双核可以持续发展下去吗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到最后找到你们的想法 另外喜欢本期影片也可以订阅YouTube频道 以免错过任何的新影片 也不妨点下超级感谢支持我 并记住我的IG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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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